Hello,大家好,Rey1です 来来来来! 我们等了这么久的双平台第一 GET TO ZE! YOS! 就在今天早上 哇,刚刚不久之前的一瞬间 跟我预测的时间差不多了,2月2号 就真的登上了第一位 YOS! 哇,时隔一年的双平台第一啊 大家,我们终于再次拿下来了 而且这一次来到的速度非常快 去年花了7天的时间 那么今年是第5天 终于就升上了第一位 然后按照我研究的数据来说的话 是29号 30号的数据可以登顶 然后今天是2号 31 1号、2号 总共隔了 慢了3天 慢了3天 嗯 呀呀呀呀呀呀呀 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至少啦 至少爆裂激战在周年庆中啦 从4周年开始之后 就没有LUX过了 嗯 非常非常的棒 4、5、6、7、8 联系5个周年 统统都有双平台第一 Ometezo 呀,真的是太太让人兴奋了 而且我一醒来 一看到这个消息 我直接马上清醒 哈哈哈 平时 平时醒来之后 就会有一个那个空窗期了 现在马上就 直接 哎,醒来啦 呀呀呀 而且昨天2月1号的时候啦 嗯 我还是有在追着他们的那个 当天的那个营收嘛 要确定有没有机会上去 哇,昨天就爆裂 非常非常的凶龙啦 哎,这边就 除了今天 除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双平台第一啦 我相信可能在 2月1号的数季 应该也是有机会 拿1号位的 真的是太太夸张了 嗯 昨天 2月1号的 单日营收 我也不确定这个数季有没有错误啦 我整个是吓到了 单日11亿 11亿的 扣金量 哈哈哈哈 嗯 我在那边就找了几个 比较夸张的看下去的话 也就爆裂基蛋是最顶的啦 然后 FGO的话是5亿9千万 然后怪物弹珠的话是8亿4千 600万 应该 应该是2月1号出薪水的关系啦 发凉 直接就克好 克满 真的是感谢各位他 克长们的 克爆 克爆 什么东西 这样子的话 嗯 双平台第一了嘛 那么就可以 再有 100颗龙石啦 更加 然后对还没抽到的朋友来说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龙石来的 龙石之言 然后除了这个双平台第一的100颗龙石啦 昨天不是才更新了我们的两张极限Zack觉醒嘛 虽然说有点让人小失望的啦 嗯 诶 就是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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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的 体操被 跟 隶属的 曼金 木 他们的极限Zack觉醒 会在2月3号 下午5点 也就是 明天 4点 4点 5点是日本时间 这样的话 而且它是 分开两个管卡 也就是说 34颗龙石 34颗龙石 68颗 再加上双平台第一 DOTAL 会有168颗龙石 那么 就可以再抽一轮啦 YOSA 非常 非常的 棒 超满足的 有没有 哈哈哈 一轴一轴 诶 这样子的话 嗯 对大家来说啦 就是 相当一个 相当好的消息啦 一睡醒就有好消息 真的是 太愉快了 诶 太愉快啦 OK啦 那么这边的话 就 暂时是这个样子啦 就等着官方把这 100颗龙石给 发放出来 这个现在是第一弹活动的 双平台第一 那么第二弹活动 如果也一样这么给力的话 也有机会 至少啦 我们还有一个 30颗龙石的机会啦 就 iOS端的第一 到时候可能 第二弹活动 我们就 不求双平台第一 有一个单平台第一 就已经是 very good 哈哈哈 OK 就是这个样子啦 好消息 好消息 nice 那么这一次的影片 我们就到此结束 等到官方 正式的发放 yousa good job omedetto locan battle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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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